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肝癌是香港最常见癌症中排第五位 早期的肝癌可以透过肝脏切除 或者肝脏移植去医好 但是通常病人确诊的时候 肝癌已经是发展到晚期 花疗和标靶治疗通常是用来延长他们的生命 而病人服用标靶药之后 亦会产生耐药性 我们发现了肝癌的耐药性 其实是由于一些细胞叫做癌症肝细胞所引致的 个案细胞其实是一些很原始的细胞 基本上每个器官都会有 当器官受到损害之后 个案细胞就会被击活去修补受损的部分 其实肿瘤里面都有相类似的细胞 除了它有耐药性的特质之外 受到药物攻击的时候 它也有修复功能形成了肿瘤复发 所以这些细胞基本上很难被药物去殲灭 我们堪称为肿瘤里面的大脑 要打赢肝癌这场仗 就需要打赢癌症肝细胞这个大脑 所以Dr. Lee的研究 就发现了几个攻击肝癌肝细胞的把点 现在他带领的研究团队 已经研究如何制造针对肝癌肝细胞的药物和抗体 打赢这个大脑就可以增加肝癌病人的生存率 除了去研究如何去减低肝癌癌细胞的抗弱性之外 Dr. Lee还去研究如何提升肝癌病人对免疫治疗的反应 医学界普遍利用免疫治疗方法去治疗活期的肝癌病人 究竟什么叫免疫治疗呢 免疫治疗其实是用一些抗体的疗法去激活 即是叫醒一些沉睡或者被抑制的免疫系统细胞 去攻打自己的癌细胞 但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对免疫治疗有良好的反应 所以我下一个研究目的 是想增加病人对免疫治疗的反应和效用 癌症干细胞除了有内药性之外 它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周边的环境 去抑制一些免疫系统细胞 例如巨细胞或者T细胞 所以我们希望利用抗体治疗的方法 令到被抑制的免疫系统细胞重新工作 能够叫醒被癌细胞抑制的免疫系统重新工作 肝癌的免疫治疗就更有效 目前的研究方向 希望可以找到其他免疫细胞 被抑制的机制和解决方法 增加肝癌病人对免疫治疗的反应 面对癌症很多人都会说要生存希望 但正正就要有多Tly这类专家 不停坚持努力去找出治疗肝癌的方法 才让大家见到更多希望 多谢教授 我是PolyU 应用生物和化学科技学系 李建华博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